好 要關鍵是國民黨發出的監撼訊息 說是要把黃復興黨部和地方黨部來做整併 這是國民黨擁有六十八年歷史的特種黨部 在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之後就要走入歷史 黨部成員雖然很無奈遺憾 但也只能夠接受 只不過也有不少黨部委員跳出來反對 認為這重要黨部怎麼能夠說撤就撤 總統大選敗選後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不管到哪都高喊要改革國民黨 不過改革這一步竟然大刀闊斧 不敢向黃復興黨部要與地方黨部來整併 所以我相信黃復興黨部的這些黨員 他們也經過充分的溝通之後 其實他們也非常理解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那所有這樣這次的整合 其實都是為了希望能夠黨更好 黃復興黨部各分支人數重度 投票率高對黨內選舉影響大 朱立倫如此大動作整併 外界質疑其實是為了明年七月的黨主席選舉 要稀釋黃復興黨部的投票能量 那你不能說因為他們人數眾多投票率高 會左右黨主席的選舉就把它給廢掉 讓黨主席的選舉呢 不能夠由黃復興黨部的黨員來去支持 突如其來的消息 黃復興黨部成員一時難以接受 但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後 黃復興黨部就真的要走入歷史 國民黨內部也出現了不同聲音 黃復興黨部與各地方黨部捲并讓主席 扁平化 但有六十八年歷史的重要特種黨部就此消失 也讓國民黨內再填紛擾 記者黃盛泉 另一拉特別報道